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第四十九年 第一行 这个经文是三倍往生 上倍 从其上倍者这个地方看起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其上倍者学家弃欲而作沙门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修筑 功德 悦森 彼国 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 这一品经对于修学尽宗的同学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如果真正希望在这一身当中往生进土 那这一品经呢就是关键 诸位能够遇到这个缘分 这实在讲是经教里都成熟了 稀有的因缘 开经记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一品经里面一共有四大段 第一大段上倍 第二大段中倍 第三段是下倍 最后一段慈州大司判这个扩判 一心三倍 这个四段经文 经文不长 意思很深 黄念族就是非常难得 把这一段经文作为了详细的读题 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这部经呢 都是依黄老居士的这个大经纪 在古代的对于进土往生 有许多种说法 是不是凡夫有份 特别是上瓶上瓶 我们知道净土 有四土 三倍九瓶 古大德有书 是暴徒 是菩萨 往生 方便有余徒 是阿罗汉去往生 凡夫只能够生 凡圣民通知土 说法不失 没有道理 可是 我们 稍稍泄如金藏的人 会有疑惑 什么疑惑呢 极乐世界 好称平等世界 那我们凡夫不能够往生 世暴徒 跟这个方便徒 只限于凡圣同知土 好像太委屈 太不公平了 所以也有 祖师大德 特别是 我们净土中 第二代的祖师 唐朝时候的 善导大师 传说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 再来的 果然是阿弥陀佛 再来 那善导的话了 就是阿弥陀佛 自己说的 这一种事情 不但在中国 传说很久 在日本 在韩国 也有这个传说 我到日本去访问 日本人告诉我 我们日本人 也知道 善导师 阿弥陀佛 再来的 智者师 释迦牟尼佛 再来的 他们对于 这两位 大德 非常尊重 那比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祖师尊重 实在是 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比不上 日本人 到日本 十座寺庙里面 看到祖师的 塑像 塑像 供在这个 大殿上 至于这个 彩化的像 油画的像 那就更多了 如果诸位 要有机缘 到日本去 旅游观光 我相信 都能看到 这是人家 对于祖师的尊重 善导大死 引进据点 辨别 古人 这种说法 他老人家讲 四土三倍九平 总在 欲 语言 不同 这句话 说得太好了 如果你 欲的语言 很殊胜 你这一生 往生的评论就高 而言欲的 不殊胜呢 那可能 往生 评论就低 这是 四土三倍九平 总在 欲 云 不同 那么这是 令我们 疑惑 从此 断除 我们对于 尽头 高平 位 产生了 很大 大点 期望 我们觉得什么呢 油分 那油分是好事情啊 是不是真的往生呢 祖师告诉我们呢 静宗法文呢 是一行道 万修万人去 可是我在早年 追随 李炳南老师的时候 我跟他学了十年 他常常给我们说 现在念佛人 一万个念佛人当中 真正能往生的 只有一年过 万分之一二 这个话又怎么说 不是万修万人去 没错 问题呀 修啊 你有没有真修 那怎么个修法呢 那这个一品 跟下面一品 这三倍往生 下一品 往生正应 这里面 今天上 佛所夹的这些条件 我们有没有具足 四徒三倍九品 就在这两品品上 如果我们圆满具足 那恭喜你 你生极乐世界 使 是报头 上上平满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化开 见佛 你就证得 发生菩萨国位 那确实是不可思议 如果这些条件不具足 那就难怪了 那么他现在这个地方 上倍的 上三品的 头一个是谁家 弃欲 二左上 说到这个地方 我要跟同学们呢 谈谈 学佛 学佛 要怎么个学法 现在 我们佛弟子很多 诸位都受过三规五戒 你们有没有学佛 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像不像个佛 如果我们还是凡夫 不像佛 那你们有学佛 这个经上讲的 没分 本经所说的 下背往三的 头一个都是 发普提心 一向专利 我们有没有发佛提心 什么叫佛提心 这个死就难了 像这些 与老师 关系很大 事法佛法 要成就 一定要与真善知识 你头一个条件是 你要遇到好老师 没有好老师的条件 你对这一无所知 我学佛的英年 跟诸位教不相同 我不是迷信 我从小读书 最反对佛教 佛教是迷信 在我那个时代 这是我今年八十岁了 我那个时代 十几岁的事 这是七十年前 没有讲迹 当时我们不晓得 在中国以后读书 才知道 大城市里面 像北京 南京 上海 这些大都市 有一些发私的讲迹 也不是天天讲 我们住在农村 住在小城市 没有人讲迹 所以都看到的是 都是做庙会 都是给死人 做超度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佛教是迷信 不如天主教 不如回教 我在念书的时候 跟基督教回教都接触过 我上他们的教堂 上清真寺 为什么呢 他们有讲道 到那里听听 觉得蛮有道理 可是佛教里 佛教里 当然除了念经之外 念了也不懂 念的腔调 我们也听不出来 所以是 根本就没有兴趣 所以以后 我学了佛了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学佛 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英年 是我跟我的老师 学这学 我的老师是 方东北先生 这也是很有名的教授 他给我讲这个 这首干论 最后一个单元 讲的是佛经 这首 我感觉到非常惊讶 佛经怎么是这首呢 他告诉我 佛经不但是这首 是全世界这首里的最高的东西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就被他这几句话打斗了 佛教里这么好的东西 可惜 现在这些出家人都不知道 所以从此之后 就对佛教里是产生好感 到寺庙里 我也不参加他们的活动 也不问他们 到寺庙找佛经看 在那个时代 这个市面上买不到佛经 只有寺庙里头 还有这个藏经房 到这个里面去找 找了之后 我们抄写 我们是抄过金的 因为他的本子借不出去 不让你借出去 所以我们的抄金 以后借出之后 才知道这里确实 佛经 那么借出佛法 我就 这个语言非常殊胜 认识了 蒙古 一个清王 南清时代 一个清王 明清王 现在都不在了 我们跟他做邻居 他看到我 看佛经 他很有兴趣 他用天他来看我 他说我听说你在看佛经 很难得了 我说哪一位 张家道士 我认识张家道士 是他介绍的 跟张家道士 非常有缘分 见到张家道士之后 我就向他提示几问题 都给我解答 我说我现在知道佛教很好 不晓得从哪里入门 他告诉我 看佛方向 看佛方向 我也懂得这个意思 我说从什么地方入室 他教我从故事 我离开的时候 他送一本书给我看 释迦牟尼佛传 这个传是个画册 画得非常好 是彩色的画册 下面有简单的说明 我看得很快 大师告诉我 详细的传记 在大三经 大三经有三样东西 他教我看两样 一个是释迦牟 一个释迦方志 都是唐朝时候 祖师们编的 根据金顿编的 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释迦牟尼佛 有四经分量比较多 释迦方志一经 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 老师关系重要 你要学佛了 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你才不至于把路子做错啊 剁了释迦牟尼佛 传记之后 对他老人家才真正佩服 看破放下了 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我们这个世间人 追求明文理 他是王子 他可以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他出家 他放下 这个帝王放下 权位放下 财富放下 妻子放下 他真的放下 真的看破了 我们天天还在追求 头脑里还在想 想这些东西 错了啊 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当时我就想了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动机 这都是事先 做太子的时候 出去游玩 看到这个民间的疾苦 僧劳病死 那么想想自己 这一生当中 虽然是我们中国人讲啊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你也没有办法逃过 孙劳病死 这个是他出家修道的东西 这之一 自度当然要度人 我自己想 聊生脱死 同时也要想到 要帮助一切众生 聊生脱死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这个心 非常难得了 非常苦贵 那么出家之后 他是过什么生活 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见到这 但是他老人家随便 如果有人 离情 他答应 像这个最有名的 祝灵建许 祈树 借过多元 祈头太子 借过多长者 他们自己的原灵 他们自己的原灵 不是供养 释迦牟尼佛 是借给释迦牟尼佛 住 离情 他到这个地方来 想尽 说法 教化众生 所以佛陈牟尼佛一生 哪个地方有缘 就到哪里去 一丝毫都没有勉强 缘尽了 他就离开了 所以他也像孔子一样 周游列国 那个时候印度并没有统一 都是些小国 周游列国 随便教化众生 一丝毫都不勉强 为我们做出来的榜样 是修自己 自己修好了 才能够教化众生 这是圣人 我在讲经的时候 也常常讲到 自己做到 然后再教人 再说到 说了之后 自己就很认真努力去做 这是圣人 先做到再讲 这是圣人 做到之后 他真能做得到呢 说了之后 真能做得到 这是圣人 说了之后 做不到 要骗人 骗人怎么会成就 骗人怎么能往生 但是这种道理 一定要做到 那么在中国 儒家也讲到 你看大学里都说 自天子 一世以修身为本 佛家将修行 儒家将修身 名称不一样 一丝万全相同 一定要从自己 真修改 儒家的修身 修身之情 真心 心正而后 神修 真心之情 诚意 诚意之情 致之 致之之 各物 你看看 修身要经过 这么多层次 各物致之 诚意正心 你的身 才能修好 佛法也不例外 如此说的 跟佛法的相同 孔老夫子 跟释迦牟尼佛的 结果面 也没有通过信 这个就是所谓 英雄所见 大恶相同 那么从哪里做起 从各物做起 物是什么呢 欲望 物欲 格式格斗 你先要把 欲望 放下 只要你有 欲望存在 你的心就不正 你的身就没法 修 那么这个在今天 所以这个念佛人多 往生人少 问题就出了 碳尘 碳尘 尺满 五日六成 你没有放下了 那一碳尘尺满 外面五日六成 在诱惑 那这奇心动命 那就是地藏经察所说的 无故是罪 无故是业 你的心 是灵魂心 你的业 是三土业 你将来也会往生 不是极乐世界 是下三土 不归地狱出身 你到那里去往生 不是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不可以 不知道的 学佛 一定要认识 释迦牟尼佛 要向释迦牟尼佛 学习 他老人家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榜样 就是释迦 那么将 大成交里面 将有四种 第一种 就是我们今天 一般观念当中的家 你有土地 你有房屋 你有妻子儿女 这个是你的家了 这一般人都知道 出家是出这个家 其实这个家不重要 第二种家呢 烦恼是家 第三种家 三界是家 六道轮回是家 第四种 生死是家 你要能够 脱离烦恼 你要能够 脱离六道 你要能够 脱离生死 那你这里出家 所以这个天拱离烦恼 这个家庭 不重要 你看看 在这个 尽头 续新鲜路 王僧传里面 有很多居宿 僧到西方极乐世界 上上平王僧 他没出家了 其实他出了家 他这个田镇 妻子儿女这个家没出 他反反家出了 他三界家出了 生死家出了 僧到极乐世界 就正发生屠三国为 就这个家要搞清楚 要认识清楚 那么出 比如 生出心不出 生出了家 像个出家人的样子 齐心动念 完全跟在家人一样 烦恼稀气 一点也没断 心里面 还是贪嗔什么 毛病稀气 不大费 这不行啊 这是 你没有出啊 样子出了 这没有出啊 这不算数啊 那这样出家了 从前李老师参加了 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不能莫生 第二种呢 新出生不出 这就是在家真正修行的居士 他这个这个 这个世间这个家 他没出 他烦恼断了 烦恼亲智慧这样 他出烦恼家 他出六道家 他出生死家 这个是我们 也值得重视 这是非常值得人之心 第三种叫 身心俱处 那释迦牟尼佛做出样子 这个 心出 身不出啊 在佛陀的时代 为摩居士 自保养 为摩居士是 心出 身不出 所以佛注释 当时是两尊佛的 一个是出家佛 一个是在家佛 这个诸位要怎么干 你看看世尊的弟子 像这个摄利弗 穆建林 这些大弟子 见到维摩居士 跟见到摄迦牟尼佛一样 要顶礼三拜 幼饶三丈 要听老师教诲 不能说他是在家人 不是 他是佛 所以 这些好样子 佛陀当年在世 都做出来给我们看了 佛去我们远了 时间有三千年了 但是电影记都在 都记在经典里头 所以我们对于在家学佛 决定不能侵蚀 说不定人家的境界 功夫比我高啊 我不如他了 我如果是轻慢他的话 这个得罪 这是自己造罪 那就错了 所以修行 头一个 要断烦恼 佛法里面讲断烦恼 儒家讲各 各无 就是断烦恼 要把自己的烦恼 吸气 捨掉 要放下了 就是讲的 断烦恼 致知是破 所致障 佛法讲二丈 你有二丈 你不能明显见信 障碍你的 误门 你没办法开悟 所以一定先从破二丈下属 大小臣都不理会 障碍 舍离了 你的心清醒了 你的意愿就沉了 真诚心 真诚心 什么能信心 我们有烦恼 有吸气 真诚心是信的 是自信里头 本来只有的 拖不出来 每个人都有 一切众生 借由儒来智慧 得相 但以烦恼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华言经常说的 我们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信里头不出来 菩提心 是信的 菩提心 这体 就是真诚 儒家讲的诚意 菩提心的用 真心 这个心 用的真 对自己 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提升自己的灵性 对一切众生 大慈 大悲 那么在这个经论里头 像大臣其心论 各位曾经读过 其心论里面讲 菩提心 执心 身心 大悲 执心 就是知情 身心 自受用 慈悲 是他受用 对人 要慈悲 对自己 要情敬 要平等 坚问所说 现在人 喊不好懂 也不好讲 所以我在十几年前 在美国讲经的时候 我把菩提心 讲作五句 经常讲三句 我讲了五句 提是真诚 身心 我讲了三句 清净 平等 正诚 这就是身心 讲身心 不好懂 我讲 清净 平等 真诚 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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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诚 大家 最后 慈悲 慈悲是他受用 用什么心 对待自己 用清净 平等 正诚 这个对自己 这就是正心 成义 正心 你对神 就是 那么 修身 身所表现的 就是戒律 这个戒律是自自然 一丝毫 勉强 都没有 戒律从什么地方 落实呢 从十善业 十善业 是修身的 这个 这个 标准 深 不杀 不道 不野 可恶 不忘语 不念识 不欺语 不无口 不贪 不成 不吃 深修了 深修 而后 加起 比一家 活目 加活 万四星 团体 也是如此 团体上下 活目 这团体 就兴旺了 如果这个里头 彼此有意见 彼此有冲突 那是衰想 那不是兴旺想 衰想 一定要衰 加起而后 过之 过之而后 天下平 今天我们讲 世界和平 社会安静 世界和平 一定要懂得到 一定要依照这个方法来行 那么佛法 特别是我们 进宗 进宗修学 最高的指导原则 是进一三四 我们进宗学会 最早是在美国成立的 我写了一篇原则 就提出 我们修行的 纲领 五个困目 不能太多 太多了 记不住 没用处 一定要很简单 这五个困目 第一个 就是三福 敬业三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六合 六合金 第三个是三学 戒定会 第四个是六度 第五个是普玄师 我们就有一个扣诺 要落实 要做到 从哪里做起 从敬业三福做起 敬业三福 佛说得很清楚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意 这一句话说得重 三世是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修行人 能够修到成菩萨成佛 都是以这个为根基 如果这个三条没有呢 你就根没有 根坏 当然 你怎么样辛苦 怎么样勤奋 你受不到效果 便宜在那里根烂掉 像这个树木一样根烂 现在还有个架子 不久就倒掉 哭死 今天 我学佛 学了54年 26岁开始学了 54年 去年 我访问 梵迪康 跟教宗 见了一面 现在他要走了 我在教庭里面 所看到的 深深感觉到 现在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多 这个宗教啊 跟我们佛教一样 把根本丢掉 所以回来之后呢 我就特别要加强 要救根 救根怎么个救法呢 所以首先你要想到根在那里 根就是金业三福 金业三福 第一条 效仰福 奉死死长 雌心不杀 修士善意 我们要就这个根了 这个根 前面两句 落实在弟子规 你们想想 弟子规 是不是讲的 效仰福 奉死死长 后面两句 雌心不杀 修士善意 落实在 施善意 道经 佛在施善意 道经里面 讲得非常好 人天善苦 身闻菩提 原觉菩提 无上菩提 一切佛 都是以施善为根本 施善是基础 所以你有施善 你有弟子规 你就有了根了 无论修什么法门 你决定会成就 为什么 你是活的 你有根 如果没有根了 那就像我们现在画皮 你插这个画 很好看 两天就苦死了 所以这个念 我到处在提倡 这个幸好 还有人 真跟我学 头一个就是杨树芬 居士 正干 干得很有心得 第二个呢 他的学生 这个蔡理学 是他的学生 现在蔡理学 没有学生 有第四代 他们告诉我 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多人 都是真正在干 而且讲得都很好 那个讲得好的标准呢 是要在台上讲 要叫台下听众痛哭流涕 那么成功 如果讲得下面人听到无动于衷 那不行 你这个不信 这个不不及格 一定是自己真做到 真诚心才能感动人 不是言语 言语好 说得天花乱坠 那个没用处 人家听着哈哈笑一笑 走出门 门大门之后 忘得干干净净净 那有什么用处 所以从这些地方看 这个世界还是有前途 虽然灾难很多 还是有希望 这就是由这些年轻人 真正发现干净 真正能够依较风险 这非常难得 所以我现在很高兴 从前倒是忧虑 后继无人 现在看到有这么多 有二十多个了 我随时可以往生救世间 我没有忧虑了 随时无比地欢喜 那么这是劝勉 同学们 今天世界灾难很多 诸位都知道 那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 来对治 我常常说 这个三年来 我参加过 数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以后我不参加了 我都明白了 都看清楚了 联合国从事与世界和平工作 从清零年作起 到今年三十五年 这三十五年当中 诸位可有能想想 这个社会 动乱冲突 一年比一年加深 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 这后平工作怎么做的 我们要上这些里面检讨 多少专家设置 在会议里面发言 讲得很好听 去年 春春天 一年前 我参加日本 在日本开启会 会议里面主讲人 是南美洲的主席 联合国 驻南美洲的代表 主席 讲得很好 下了台之后 我就问他 怎么落实啊 他一句话都不得说 第二天早晨 我请他吃饭 我们谈聊一个多小时 怎么落实 地自规就是落实啊 十善业道就是落实啊 所以集思会议当中 后面这个两次会议 我就特别着重这两样东西 我说这两样东西 可以真正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 俗尽安定和平 他们也很感动 现在我不知道他们 他们来找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们来找我 好事情 为了世界和平 为了化解冲突 我们一定是尽心尽力的 那些 由联合国带头来做 我们自己的审视 联合国告诉我 世界 他们定的是六种官方语言 这个六种语言 有华语 英语 西班牙语 法语 总共在法国 有法语 有俄罗斯语 有阿拉伯 他要求我 把地自规 把十善业道经 翻成这六种文字 我答应他 那么六种文字翻出来 我是希望的 能够在半年到一年 这工作完成 交给联合国 向全世界推动 联合国在世界上 所熟的学校 与他们有关系学校 有八千所 在全世界 向这个学校推动 另外 我们用卫星 卫星电视 用网级网络 宣传地自规 宣传十善业道经 那单靠这个还不够 我们还要组成一个班子 到处去表演 那去办讲座 那我告诉联合国这些官员 我说以后不要开会 开会 劳民上台 每一个人的代表上台 直接讲个几分钟的话 不是主题发言的人 一个人只有十五分钟 你看从多远来 到讲台上十五分钟 时间到了就下台了 主题讲演的时候 不会超过五十分钟 我是算主题讲演的 这给我五十分钟 那听完的时候 听完就忘掉了 谁会记得这些东西 真实说 会而不一 一而不决 决而不写 所以这个世界一年比一年乱 和平 可望而不可及 我劝他以后 不要开会 伴讲座 你去开五天会 不如我们到这上五天课 请也这个免三位 对 能理到的 自己有修行 有心的 请他来给我们上课 我们还真正的理 那我这一次 是特地在这个 在我们的学院 我们澳洲金钟学院 失败了一次 八天 我找这个蔡盛徐 主讲 弟子规 一天五个小时 这个过程 四十个小时 我邀请那边的大学教授 校长 到这里来参观 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看了很受感动 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 负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教学的 这个 这个扩程这一部分的 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主席 他到我们那次参观 我说这个方式 你们要能够 接受的话 以后希望我们 不开会 半讲座 短期讲座 我们认真来说 一定从自己 本身做起 你不从本身做起 你讲的这个东西 没人相信我了 你教我做 你没有做到 我怎么会 怎么会 听你的 那么在家庭里 你教你的儿女做 你的父做 父母都没做到 小孩现在就很聪明 他是你大人在骗我 他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在中国也推行 也办了十几次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一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 弟子规的这个教学 不仅仅是小学生 要他的父母来 要他的老师来 老师跟父母能够配合 才会把小孩叫 你父母不肯做 老师不肯做 这过程决定是不得小 所以真的是 自天子 一致于庶人 一时以修身为本 那么我这个理念 去年一年 我到印尼去了六次 跟印尼 这个当局 接触很多 跟他们宗教 接触很多 他们对于 我的想法 做法 都能够 赞叹 那么这幅改选的换了 现在的总统 还是希望我去访问 我会抽时间 我希望说 印尼真正能够 把这个圣贤教育 落实 宗教教育 这个国家 有无限的前途 他现在的问题 就是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 只有教育 才能够对治 除教育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 一定要深信教育 要宗教教育 帮助他 安定社会 使他这个国家 能够恢复到平静 他的经济贸易 自然就成长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一切都要从自己 本身做起 本身不是真干 那就是家 那真的叫 自欺欺缘 自欺欺人 你还能想往生 来这种道理 没这个道理 西方极乐世界 尼特经常是个好 都是 祝上善人 聚会一处 想象我们善不善 人家都是善不善 我们不善到他那去了 自己也难为情 自己看到这些人 也不好意思 所以必须要在我们这个 游生之年 要把自己提升到上下 所以弟子规 这学习 实在说 不是一种容易死心 但是不能不学 不学我们就没救了 一定要放狠心 来学习 听一遍行吗 不行 听十遍也不行 一遍四十个小时 我在澳洲 带着我自己几个同修 我们听了 我听到十遍 我带着大家 我在听 你们跟我一起听 我要不听 他们都不听 你这小的时候 你多难 涉变有没有用呢 还是没有 为什么 习气 还是常常现实 涉变都不行 至少要三十遍 三十遍的时候 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 你一天听四个小时 十天听四百个小时 一年一千两百个小时 十遍听完 真正听 又要真正努力去做 你才能够受到效果 只是听不肯去做 没有 你就晓得这个过程 如果不从这里干 我们不能救自己 我们也没有办法 帮助这个世间化解成他 促进安定和平 那这是一个空中的口号 没有实质的意义 必须什么都重要 那么这就讲到十佳期 二族 沙门 沙门是凡语 古印度 修行人的通称 修行人的通称 中国翻这个字 翻在秦席 清修 沙门 沙门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佛门里早期 也翻经的这些大字 自己都非常清晰 成沙门 沙门是很清楚 是在学习 我天天在学习 学习就是 勤修戒定慧 新叶叹成词 戒学的基础 就是诗善 诗善没有了 那个戒定 你绝对没 这是一定的道理 今夜三佛 第一佛是根本 是根本 有第一佛 才会有第二佛 第一佛是第一层的我 第二是第二层的我 第三佛是第三层的我 你没有下面 你怎么会有上面 那第二佛呢 受持三规 居足众戒 不犯为义 那这就是佛弟子 第一佛是人天佛报 第二佛是小臣 第三佛是菩萨大臣 发菩提心 身心殷苦 读诵大臣 劝心心贼 这个是我们总的指导原则 我们不走这条路 就无路可走 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三世祝福 都是走这个路 而成就的 我们不走这个路 你走哪条路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只要自己可以用够 自己首先要把这个根找 那么这个根 根之根 是弟子 弟子归 祖道 十善越道 也越满 事出世界法 无论你 学生 你都会有殊胜的成绩 不从这里 扎根 你纵然是 努力 精进 用再长的时间 到最后 做事 第一个 自己 该怎么样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第二个 事出事法里面 你没有真实的成就 纵然有成就 那都是谈话一线 为什么没根 经不起 时间的考验 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这个 不能 不知道 我们再看 经里面 下一句 这一句就非常重要 这就是专修进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你看看 这部件上 三辈 上辈 中辈 下辈 都有这一句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我们修佛 第一 要敬佛了 你看 普贤十月 离尽 祝福 拜他第一了 离尽 不再行使 要是在实质 实质的离尽是什么 是依教风行 我们对佛 有信心 对佛的教诲 有信心 对经典 有信心 你才能够得真正的意 你如果有怀疑呢 那就不行了 菩提心 那就太难 太难了 但是 你真正能够把 弟子归跟十善业道 都做到了 那发菩提心 就不难了 菩提心 正成了 前面跟诸位讲过 你的欲望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贪成直满 要是不断的话 你的心不沉 这个东西呢 障碍了你的真正 随时加莫尼佛给我们实习 一生不见道场 见道场 一定死就多了 古德常常告诉我们 多一死不如少一死 少一死不如无死 又给我们讲了 知识多时 烦恼多 舍人多处 是非多 你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 是非就一大点 那么在这个时代 你真正要想保护你自己的 清净平等 我们这个经题上 就是清净平等 神仙 你一定要懂得原理 原理是非原理 所以我告诉各位同学 我大概总有四十年 不看报纸 我说那是原物 那是是非 不看杂志 不看电视 我每天有时间 我读佛经 看祖师的这些住所 我生活得很好啊 很自在 你才真正能保护到你自己的清净平等 不受染污 现在这个染污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不接受 还有这个权利 我可以不接受 这个道理要懂 这些呢 也都是从前李老师教的 就是学经 经教 也应当夜门深处 你的心是定的 定能开智慧啊 如果你学的太多了 学的太砸了 你分心 你正常分别 正常执着 正常妄想 那么换句话说 你不但智慧不会开啊 你心不清静 这个损失就大了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怎么个学法 世间人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你去问问 哪个不贪财啊 哪一个不贪图 明文立揚啊 哪个不贪图享受啊 这是什么 叫劣根性啊 这不是本性啊 这习性 无量借来啊 熏悉的烦恼 可不是好断的 所以你要是遇不到 好的善知识 真正的教育 善知识一定是 以身作责 我们对他 神奇信仙 以他作榜样 来向他学习 能够学习个二三十年 的时候 对于老师 深感恩之心啊 把这个古身先行 佛菩萨的教诲 统统在日常生活上做到 那你就得受认了 如果是做不到 不能落实 那就错 那我们虽然 勤苦的心学 没得失 好像念书一样 很用功 考试都得零分 就是这样子 真正得受用呢 考试得满分 不是得零分 所以佛陀的教诲 不能不修 尤其是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的朋友 道场 由那些护法居士们 他们就告知啊 学佛 无论是在家出家 真正想在红法上 要有成就 一定要学到 三不管 不管人 不管私 不管谁 这个统统能够放下 你才能一心一意 在这个 经教上 你心底亲近 这个经文 你才会看得懂 你才能看出 字字字句句句 无量意啊 身体立心 那就得受用了 讲给别人听 人家也能感动 心心相应 什么都要正感 所以我一生 没有到场 那么晚年 我们离开 聚水 到澳洲 早年 在图书馆 跟韩广章出家 不是跟我出家的 我学一国王大使 一生 绝对不收出家 跟韩广章出家 那么韩广章往生了 这些人 足托无路 无家口归 我不能不照顾 这是义务 所以在澳洲 建了个道场 为什么到澳洲呢 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新加坡一定 新加坡的公民 才能够在此地 拥有土地 建个道场 不是公民 在新加坡的时候 不能拥有土地 你只能买楼房 楼房 这个条楼房价钱太高了 那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 所以没有法子 我们就到澳洲 澳洲地大 人少 这个房地产很便宜 所以我们在澳洲 有许多同学都去过 你看 那么样的一个规模 我们花了多少钱了 新加坡的钱 有三百万 那么如果在新加坡 像我们那么大的规模 假十倍 都做不到 这个是到那边 给他们建的 现在到场我也交给他们了 我管了 我说我八十岁 再叫我管的话 你们都没有良心 就通通交给他们 我不再管了 但是我在澳洲 跟这个 政府 跟这个学术界 我的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我说半岁 可以用我的名义 不会有障碍 办得很快 这个我可以用名义 帮助你 实际上 一定不管死 那么我们 都要这样子学法 自己有这么安定的 居住地方 不要认为 这是我的家 不是 谁家 力气欲吗 你怎么可以把这个 当成你的家了 你也有家就坏了 你有家 极乐世界去不了了 你这有家了 你可能去得了吗 就去不了了 当做什么呢 修行办到 准备往生的一个基地 我们从这个基地 一定要达到极乐世界 这就对了 不能有家 那你就没有死心 你就真真一心 想到 可是我劝是天天这么劝 他可不肯听 那是他的事情 你不肯听 将来你要堕落到地狱 你可不能怪我 我的话早讲在先了 我不是没有教你 你不肯听话 不肯做 那堕落是你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我对得起大家 那么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 你看 今夜三幅 第三幅里头 身心因果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身心因果 这一句 落实在哪里 落实在了凡思训 我不喜欢高深的东西 都很清醒的东西 你们去学了凡思训 那就是身心因果 特别要相信是 越赢越读 莫非前定 你也相信这个道理 相信这个道理 你都黎明白之后 心就干了 我们要不要去判冤 不需要 要不要去找钱 不要 你命里就有的 到时候他就来了 那你也去找 所以 我劝我们道场同修 绝不坏 绝不向人要一份钱 你也是都真正信心因果 你就相信 我一生 没有向人画过眼 再困难 我没有向人家说 你帮助我一下 没有 没受过 再困难 也能平平安安度过 你这个都自在了 佛教的这个形象 被破坏 就是这个化缘 到处问人要钱 所以吓得很多人不敢舍佛 舍佛人的时候 负担很重 这是我们错误的 释迦牟尼佛在世 舍佛的人轻松自在 佛陀每一天让大家供养 一波饭 一波饭不是一家 好多家拖起来时才拖一波饭 你就想想看佛怎么对人 佛怎么出事 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决定不能为人要钱 决定不能化缘 决定不能有素材 供养着 这是人家的祝福 我们一定要替他做 这个时候来 那个时候就去 这样就好 你自己身心才真正大大自在 你真的把这儿给你放下 这都是说于其 不要搞道场 世间道场很多啊 你要真正修养你的身心 你要有道德 你要有学问 请你去讲经说法的地方太多了 十几年前我住在美国 有个同学问我 法师你要不要见道场 我就告诉 我说别的地方咱不说 单单讲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请我去讲经 你们想想看 我想多不说吧 最少有三十三百个地方 那应该有吧 三百个地方请我讲经应该有吧 我一个地方去讲一个月 我活到一百岁还没讲完呢 然后我要当场干什么 做客好啊 做主人不好啊 做主人你看 这是在家里事情样样你都要去顾 你做客人的话 打电话不要交电话费 用自来谁也不要去交费 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 你为什么去找麻烦呢 这就错了 那么现在在中国 这个政府对我最近也很了解 去年叶局长 我们宗教局局长 参加这个佛指学历 在香港展览 他很忙 在香港只住一个晚上 头一天 睡的第二天早晨他就走了 他又 他说我们两个碰头啊 只有早晨吃早饭 这个时间可以 我说行 早晨的时候就到他住的旅馆呢 给他一起吃早饭 那他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 德法斯 你的这个言论思想 绝对没问题 但是国内呢 还有一些不法的人 假借你的名言 在做非法的事情 他说这些事情 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相干 这个我们政府会处理 我说哪些事情 他说第一个 你的书跟这些光铁 在大陆上 有很多人大量在翻版 没有拿到政府的这个准证 好像政府这个批准的 没有经过批准 这个是不如法 另外一个呢 印的这些东西到外面去 卖钱 卖钱是商业协目的 他们没有交税 他说这个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晓得 你不用管这些事情 他这个事情是 是我们政府事情 我说很好 我说这个是佛教徒 最重要的手法 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 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法令规征 如果是做犯法的事情 好似 好似要是做犯法的时候 都变成不好 都变成弱死 这个道理很深 不能不同 所以深入金藏之后 你就会赢了 佛 是世间第一 大善人 这是大家都肯定的 佛弟子 也是世间的 大善人 善人 怎么会做犯法的事情 他有这种道路 世尊慈悲 在梵晚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做过贼 不棒过贼 这梵晚经里面 我们从前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佛 老师常常讲 常常提醒过 我们的习气很深 喜欢批评人 这错误 尤其是国主 国主是国家领导人 团体的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 他也是凡夫 凡夫有时候也有过错 你比如一个家 家长 你是一家的国君 我们这个团体 像这个道场 道场里面的住持 方丈 这就是国君 他一个团体的领导人 那么如果是一个县市 县长 市长 他是这个县市的主角 这个不棒过竹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那么这一个家庭 他这一个家庭里面 儿女对父 对这个父亲都很尊敬 你要在儿女面前说 你的父亲怎么不好 怎么皇宿他 他对父亲 真正心里没有了 这个家马上就出问题 你这是不晒乎 你是破坏这个家庭 这个罪故很重 不决定不可以做的 你要帮助这个家庭侯木 家侯万事先 你帮助他 你可不能破坏 那个贼就是贼害 不做过贼 不可以破坏 他纵然由不善 做得过如法 都不可以说 为什么呢 你要想的 如果是佛门的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 他这个道场有多少信众 有多少信徒 你要是任意毁谤 任意批评 纵然是他做得不对 你批评 对信徒 对这个道场的主持人的时候 产生怀疑 这个道场就被你破坏了 破坏 做这个事情 在建经里面 就是破活活生 破活活生的罪 都地狱 这个人不忍心做的 他做得如法不如法 固有因果 你何必要跟他下地狱呢 那他下地狱 你不要跟着他去吧 你任意回过 就是你跟着他去 他下地狱我跟着你那去 他就是傻人嘛 所以决定不问 你不闻不问的时候 养自己的德行啊 所以无量寿经呢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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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 口业 摆在第一了 你看他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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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一个 善后 口业 不及 他过 那佛把这个 摆第一条 第二 善后 深业 不犯 利益 善后 意 清净不然 你看他把口业放在地 就无量寿经了 我们在平常所看到 都是神口业 深业 摆在地 他这里把口业 摆在地 用意都很深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们不能不懂 所以决定不能够做 伤害 社会的事情 伤害 别人家庭的事情 伤害 团体的事情 伤害 国家的事情 所以今天讲 伤害 世界的事情 都会做 这个罪过 很重 很重 第二个是 决定不能毁谤 这个领导人 无论是家庭 团体 公司 行号 公司 行号 他的员工 很多 这公司 怎么样新的 员工 对老板 尊重 敬佩 这公司 一定行号 如果 员工 对老板 有意见 侵蚀他 瞧不起他 这公司 必定帅 所以我们 修复的 最重要 修扬自己的 代行 不能有过失 这个过失 决定不可以 那么在 因乐经上 佛又说了 两句话 不漏过水 不犯过之 这两句话说得很好 因为 因乐经 一般叫 在家菩萨经 注重在在家 不漏过水 对国家应当 要尽这个应 第二个是 不做犯法的事情 过之就是法律 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 我们佛弟子 无论在家 仇家 要能把这四句话 都做到 哪一个地方 不欢迎你 欢迎你 就是欢迎佛法 尊重你 就是尊重佛法 这个佛法 才能在世界上 形容起来 如果我们自己 这四句话都翻了 我们是在这里 灭佛法 是在这个地方 做障碍佛法的工作 那就是佛法的罪 这个道理 各位不知道 多于 学家 七月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四个字 你真正 你真正把英国搞懂 搞通了 你就肯放下 直到放下 才是这大自在 你命里得有财富 你统统失掉了 那财富真的失掉吗 不会 过几天又来了 越死越多 所以这个世间人不懂 他认为自己 有才干 自己有手段 能够在社会上赚多少钱 其实错了 完全错了 我是在 前年 我们澳洲 格利菲斯大学 商学院 那个大楼 开幕 那个大楼刚刚建好 举行一个剪彩 开幕典礼 校长邀请我去参加 我们去道货 那么请了一个美国 一位很有名的教授 他已经退休了 现在好像有十几个公司 聘请他做顾问 是一个财 财末的专家 那么在这个开幕典礼上讲话 特别请来做一个勾奖人 我听了之后 我跟校长坐在一起 我就告诉校长 我说他讲得很好 碰到我这个学生就难了 他怎么了 我说我不相信 他为什么 他是个经济专家 他没有钱 他还做教授 每天拿着一点薪水过日子 他要是那么会教人发财 他自己应该发财 他自己没有发财 他讲得了一套理论方法 我不敢相信 我校长也愣住了 最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个发财之道 我懂得 我去教啊 说这样一定会发财 他去教 他不行 他发财量 笑的就问我说 我说好比农夫种子 他懂得种子的方法 他讲的是种子的方法 他为什么发财量 他没有种子啊 你说到天花乱者 最后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办法了 没有种子 我说我懂得方法 我种子很多 这真的一点都不像 发财的种子是什么 财物是 聪明智慧是国报 发布施是阴赖 他有阴有缘有果啊 这些教授们学校里教的都是缘没有阴 你学工商业的学生那么多 几个人发财啊 为什么没有阴啊 我命里头没有财 比哪个都不如 一生是贫贱穷困 是这么一个命 而且又短命 受命只有45岁 所以跟辽凯先生比差远了 我不如他了 我遇到张家大师 才把我改正过来 所以 那你这个你的一生前途是无量的报名啊 你不知道该没用处 那你就是按照你的秘密的一生就走过 所以一定要真正的身心运功 所以老师教我 修这三种布施 财布施 发布施 无语布施 三样布施 都要钱 我们拿来的钱 所以老师教我 你布施 一分钱 布施一毛钱 敬你自己最大的力量 那个财布施 都是圆满的 使我们想到 表凡思学里面 有个小故事 是有个女孩子 贫穷的时候 布施两文钱 那以后 他做了皇后 当时 寺庙住持 给他回乡 这个这个这个 给他修复了 到他做了皇后 在带来的时候 那黄金千两 到庙里去布施 老和尚不理他 派个徒弟 去给他回乡就好了 所以他很奇怪 他说我小时候 到你这个庙里来 布施两文钱 你老人家替我回乡 老和尚说了 那个钱虽然少啊 你的心地真诚 真诚 所以有无量功夫 我不跟你回乡了 对不起 现在你布施的钱很多 你有傲慢的心 你没有那种恭敬心 我徒弟跟你回乡 可以了 这就是 布施不在乎钱多少 你的心真诚 心圆满 所以那功都是圆满 这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布施说穷人就不能修福 穷人往往修大福 我布施一块两块 那个有钱的人 在那边布施几万几十万 比不上我的功能 这一点都不讲 无微布施 果报是健康长寿 最殊胜的方法 素食 不吃众生肉 不给众生一些物源 这个就是真正的无故事 这个不要花钱 为什么不干 真的是健康长寿 所以我二十六岁学佛 大概学佛半年 我就吃长素 我的素食五十四年 并不因为素食 这个身体就不健康了 我在过去上 走了很多地方 人家头一个就羡慕我的身体 问我怎么样保养 我就是告诉他 很简单的素食 而且吃的很少 决定不吃零食 心地清净 清净慈悲 永远 记住别人的好处 不要记别人的不好 我们的心 要像一个什么呢 要像一个流利 水晶 透明的玻璃瓶 你都要装好东西 不要装啰嗦 人家一切不好的东西 装到我心里就装啰嗦了 你的心变成大家的啰嗦 你有什么好处 只记别人好处 绝不记别人过失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诸位 我听说 今天有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 大陆的同胞 要记住 大陆上确实 向这个叶九章所设定 打着我这个名义 到处去偏见 你们要小心 尤其是化缘的 你们要记住 我一生没化过缘 哪个人要拿着我的名义 去化缘 那个人就是骗子 绝对没这回事情 其实这个要想的 我一生不改妙 一生不化缘 一生不会问人家 要一份情 正希望你们自己要留意 不要轻易被别人欺骗 我一生就是讲识 讲经 其他的我不问过 那么这几年在过程上走动 实在是这个社会 动乱太严重了 那么没有这个缘分 我们不去派人 我不会找死 多一死不如少一死 少一死不如无死 他来找我 那就是缘成熟 我们要不去认真 不去去做 我们对不起他 所以他来找我 不是我找他 那么我走向国际 最初是学校找 这个911事件之后 昆斯兰大学 有一个和平研究中心 校长 听说我过去 听说我过去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 这个丰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 九个宗教 这不一样了 怎么能把它团结起来 所以他又找我 要我提供一点意见 给他们这个和平中心 911事件之后 他那么有十几个教授 大家在会研究去 冷战 热战 都不能解决 必须要想出另外一种方法 来化解冲突 用和平的方法 我们学切 这个鼓励 这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邀请我去 我就到学校去 跟他们教授我 开个座谈会 首先听他们报告 才知道他们这个中心 在世界上总共有八个学生 有这种中心 专门研究 化解冲突 促进后 我听得非常欢迎 五十分钟报告完了之后 他们请我教我 我首先就跟他说 你们的问题 是没有找到冲突的核心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 那冲突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跟他讲 冲突的核心是家庭 你看看今天社会 夫妻不好 父子不好 兄弟不好 他走到社会 他怎么会合适 关键在这里 我说这还不是真正的因 那真正的因还要深入一层 那真因是什么呢 真因是 本性跟习性的重复 你看中国人念过三四经 三四经第一句话 人之初信本善 你的本性是本善 现在你的烦恼习气很多 所以你的自性 烦恼习气是习性 你的习性跟你的本性发生重复 这不在外面 在里面 这个才叫真正原因 那讲新性 讲这个本性 很难翻了 那所谓变通的方法 我说自利跟利他的重复 这他们很好 任何一件事情 摆在面前 你都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 那一定跟别人的重复 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 齐心动念 都能替别人着想 重复就有了 念念都说 我们的利益 我这个国家的利益 那跟他国家怎么会 那当然发生重复 如果念念都说 别人国家的利益 世界的利益 那重复就有了 就化解了 他们听得很有道理 所以以后又找我一次 我跟他们 做过两次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座谈会 他们学校就聘请我 做教授 所以跟学校就产生关系 那么以后 这过去上这些 婚姻的时候 我代表学校参加 他们邀请 不是邀请出家人 没有宗教人士 都是邀请学校 学校有这些教授们 专家 来代表参加职会 所以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要把它换过来 处处替别人着想 不要想自己 本来没有冲突 哪来的冲突 冲突的起因 原因觉得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佛经常常讲的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什么程度都没有 就这些道理 我们要懂 我们要做事 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所以我参加 许许多多的会议 大家都很欢喜 觉得我的时候 满面笑了 这个笑不是装出来的 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欢喜 长三五欢喜心 为什么呢 心里这么有矛盾 有烦恼 你就很快乐吧 这个论语里头所说的 学而是习之 不亦悦 那个悦 是从内心里发出来 不是外面的刺激 我们佛法里面讲 发习充满 长三五欢喜心 这个快乐是心里的 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 你自信里头 如果有烦恼 如果有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障碍住 你这种喜悦生不出来 生不出来 那么也有同修来问我 他说我很想啊 这个欢喜 也像你一样欢喜 他说我就是欢喜不起来啊 我们真的要能够爱一切众生 去年我写了一副对 爱心变发季 善意满人间 他们看了都很欢喜 他说我那个爱心 发不出来 我很想爱的人 就发不出来 他就一问 对我也有个启示 我说 有 中国古人就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爱心呢 有个原点 你找出这个原点 从原点里面就引发 把你自信里面的爱心 引发出来 这个原点是什么呢 伦理教育里头第一句话 父子有亲 那就是爱心善意的原点 你看看 今天中午 有同修求我吃饭 在林芝 那么在座的时候 他把小孙子带来了 抱着是怀里头 四个月大 每个人看到都欢喜 那是爱的原点 没有任何条件 你看 小孩 他见每个大人都欢喜 他都爱 谁抱他 他都不拒绝 他也不会哭 也不会闹 每个人都爱他 这是爱的原点 父子有亲 这种情爱 中国的教育 这个效果 这种情爱 保持到 一生都不会改变 教育就成功了 没有任何条件 这就是信的了 你自信的本来就是恋爱的 你有了烦恼稀奇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信的忘掉了 现在是怎样的时候 能恢复自己的心 你从这个地方去看 细心去观察 中国的教育 伦理教育 这是一个点 最原始的一点 从这个点里头发扬光大 他会爱他的父母 父母会爱他的儿女 然后扩大的时候 爱家庭 爱兄弟 爱族群 爱你的亲戚朋友 淋漓相当 逐渐逐渐扩大 到爱一切人 弟子规律的时候 凡事人解决爱 你就能够爱一切众生了 所以你抓住这个原点就行了 可是小的时候 没有人好好教育 现在迷舍太久了 给你讲 你也很难恢复 所以中国教育之可贵 中国教育里头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能力教育就是落实在弟子会 千经万论 统统要落实 不落实 那就变成学学 所学非所用 你就用不到 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学的东西一定要能够落实 在生活上 变成自己的生活 我们才真正的守护 这个欢喜心 我们厌语也常说 人风喜四精神爽 信心欢喜心 是我们一个人健康幸福快乐的根源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有病需不需要找医生呢 说老实话 从前的医生可以找 现在医生不能找 没有病一定把你医除病出来 你有病那就把你医死了 现在的药本是假药 不是真的 所以我在去年年底 随着印尼的宗教访问团 到中国去访问 那是冬天 北方很冷 尤其是在这个蓬莱 蓬莱仙岛 海风太大了 受了一点凉 受点风寒 回到澳洲去之后 我还讲了一个星期的经 第二个星期就不行了 十个星期就不行了 所以我休息了四个星期 再恢复 我不堪一身 不吃药 用什么方法呢 用意念 就是善心善念 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念头 是整个身心的细胞 它都会影响 这个是日本江本圣博斯 做实验很好的证明 我们的心善良 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的细胞 身体每个细胞 都能恢复到正常 正常就健康 所以人千万不能发脾气 发脾气是什么 你的细胞都是定型 那就是疾病的一些根源 人常常发脾气 这个人身体一定不好 一定有病 这个我们干活太旺 脾气很大 这个绝对不少 要心贫气 古诗和读书都说 学问生世 意气贫 不会受外面境界的感染 你赞叹我 对你笑笑 并不真的有欢喜心 欢喜也不行 你细胞也会欺骗性 人家回报你说 绝对不生气 都是用平常心来给他 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最健康的 平等 尝试保持 保持清净平等 是最健康的 要懂得这个道理 饮食起居 素食越简单越好 对于这个小动物 都不可以杀害 蚊虫 蚂蚁 都同人情 你跟它讲 交换意见 它懂得 那蚊虫来咬你的时候 不识给它就好了 它也是要来吃一餐 我就供养它 供养它的时候 可以谈条件 蚊子咬得很痛 会痒啊 你咬可以 不可以把我痛 我不要痒 它听话了 给你合作 脸上要是咬得 就很难看 脸部可以 不可以 身上手部可以 统统听话 很可爱啊 这些小动物的时候 你用沉仙沉仙 你把它看成菩萨 我们这些小动物 蚂蚁菩萨 苍蝇菩萨 蚊虫菩萨 都听话 我们彼此互相合作 互相照顾 如果说太疲倦 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这个太劳累的时候 今天不行 今天我太劳累了 你不能够盯我 你们要离开 你要让我一养几天 我再供养你 那天蚊子就真的走了 就不要它了 所以说 不但是动物 树木花草 都懂得人情 爱心 真的要变 发界 善意满人间 也要变这些动物之物 所以 在佛华里面讲 特别是华言讲得清楚 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 也就是说 一切万物 都是有火的 都不是死 连砖头瓦块泥沙 为什么呢 我们的起心动念 它都有感应 我们的善念 它有善的反应 我们的悟念 它有悟的反应 所以你要身体健康 你决定 从今之后 不发脾气 那 无论对人 对私 对我 患患患患患 那你一定 长受健康 一定不会去找医生 这个是 实实在在的 我这个 五十多年 这样过来的 我这个医生 不生病 医院没有我的病 我也不会 决定不回到医院去 有病 我不找医生 要自己治疗 自己恢复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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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 气关的能力 自己真正 做得了主宰 你才快乐 那么这些 理论 方法 都在大情经里面 学了会用啊 学了我就很快乐 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 好 我们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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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